20世纪共产主义的传播 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 仅有50几名党员 在1949年称为执政党之前 他一直是受到压制打击的对象 国民党称他为共匪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称他为一股红色祸水 但是到了20世纪末 中共已经统治了中国半个世纪 称为拥有党员3000多万的 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党派 在他庞大的队伍中 还曾有一位美国人 目前居住在美国西雅图市的李敦白先生 在上大学时就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能讲一口流利中文的李敦白 以联合国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身份 前往中国 他在回忆当年对共产党的印象时说 作为一个救济视察员 当然我到过广泛的当时南京政府控制的地区 我也找了共产党掌握的一些根据地 我发现这个共产党跟老百姓的关系确实在当年是很不一样 他们对农民是很亲的 他们的这个在农村的领导人一般的都是连接奉工的 而在国民党地区的当时简直是腐败的不得了 我们外国人那个时候 什么东西要不十分注意的话 一下子给偷了 而到了共产党地区的话 你东西丢不了 所以从许多方面来讲 我觉得这个共产党 他们讲的主张是会实现的 我非常信任 在1946年至49年的国共内战期间 共产党统治的地区被老百姓称为是解放区 他们在那里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 是多年处于受压迫的农民翻身做了主人 共产党的声望与日俱增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 曾担任过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的包同 49年初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 他回忆说 当时上海仍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 加入共产党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我当时所以加入共产党也是因为我对国民党的不满 因为国民党我认为是一个独裁的党 我当时的看法就是认为国民党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化身 而共产党是代表人民代表老百姓的 因此是民主的 经过28年的武装斗争 共产党终于走出了困境 登上了中国的权力舞台 但是在失去了国民党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之后 共产党开始在自己的内部寻找斗争的对象 反右运动 庐山会议 文化大革命 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 使得不少曾满怀希望加入共产党的人 开始对党产生怀疑 北京大学的商德文教授1956年入党 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研究工作 他在谈到对共产党的认识时说 据我的观察呢 就是从街坊初期1949年建国 到57年翻右派 这一段呢 也是个黄金事情 老北京的一般的 包括这海外华侨 反应也是非常好的 这一段 那么从57年翻右派 就是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是错误的是一个罪行 那么后来到59年又翻 碰到坏这个右穷机会主义 这就开始内洪就是 到了文化大革命 就是内洪到 到丁峰了 祭奠了 就这个就是破坏了 他自身的这个优机体 他这个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呢 老北京还是非常拥护的 干部呢 虽然有一些贪污 但是也不很严重 效率呢 基本上可以 另外他也发挥一些资源优势 那么六四以后呢 我认为是走下坡路的 六四到现在 实际上是蔡云之高压政策维持 共产党的高压政策 不仅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 也遭到其党内一些人士的批评 李敦白和包同 就对共产党的某些主张 提出了疑问 无产阶级专政 就这么一个思想 认为通过专政 可以达到民主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另外一个主张 认为这个经济的发展 要由中央统一计划来控制 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 但马克思在那个 共产党宣言都讲的 所以工人掌握政权以后 第一个任务 是实行民主 那当然按照毛泽东的分析 他的专政应该是 对人民是讲民主 对敌人是讲专政 但是谁决定 什么是人民呢 他可以今天你是人民 明天他可以决定 把你划开了 划到敌人那去 所以这种做法是行不通了 如果每一个公民的权力 没有保障的话 那实际上谁都没有保障 经常共产党说一句话 要求老百姓跟他保持一致 我觉得这个话是不通的 怎么老百姓来跟领导人 保持一致呢 我想任何世界上 有理智的人都知道 应该是领导跟老百姓保持一致 那么自称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 在统治中国半个世纪之后 是否已经成了老百姓的对立物 现在的共产党 同过去的相比 有什么不一样呢 李敦白和包同的看法是 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党跟原来那个老的共产党 完全两回事 这个老的党 毛泽东自己让这个造反派 在文化大革命里头都砸烂了 这个党呢 名称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只是名称是一样的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 我的看法是这样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组织 它的成分非常复杂 在中华人民共和中国这个国家里边呢 有很多很好的人 这个很多很好的人当中呢 有相当一部分呢 许许多多的人呢 是集中在共产党里边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中国有很多很坏很坏的人 这个很多很坏很坏的人当中呢 也有相当多的人呢 集中在共产党里边 因为能够到了共产党里边 就可以拿到权力 拿到势力 就可以给自己谋起很多的好处 共产党在掌握政权后 为什么会走下坡路 北京大学的商德文教授认为 共产党从以前连结奉公的形象 变成现在这样一个腐败的政党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一党专政的制度 共产党现在的干部呢 不能说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以上 或者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应当说呢 是腐化的 应当是这样 到了广州 珠海这一带 还有山东 这个沿海地区 就发达的这些地区 他们说就是这些共产党的干部 拿出来派的队 叫机关箱扫 同步会冤枉他 公安局长贪污 发院院长贪污 监察长贪污 那么这个弊端来自哪 就是一党之政 他们有个监督 文化大革命后 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的李敦白 自动脱离了共产党 返回了美国 包同因同情八九年 发生在北京的学生示威活动 而被开除出党 虽然早已不是党的同志 但他俩都希望 共产党能够通过实行政治改革 来拯救自己 走上一条新生的道路 现在的现实 这个党是领导中国政府的 除了这个党以外 今天还没有什么力量 可以领导一个统一的中国 大陆 可以实行经济改革 他只有这么一个力量 如果你设想 这些现在的领导人都靠边了 或者都没有了 谁能够上台来代替他呢 我认为现在没有 但是这个情况 我觉得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现在他的一个危机 就在他必须实行民族的政治改革 否则他的经济改革就非常难办 我想中国共产党现在到现在这个情况呢 应该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应该拯救自己 使自己起死回生 这个根本问题呢 就是说他自己呢 要真正成为老百姓的代表 而不要成为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 一个统治者 一个领导者 我只是愿意看到 中国共产党能够走到一条新生的道路 我愿意看到整个国家 不管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方针 整个国家能够走上一个民主的道路 65年前 中共曾面临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 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剿下 共产党军队被迫撤离根据地 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下一集的 百年沧桑化中国节目中 我们将回顾长征 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